所有的父母都有自己独特的 抚养孩子长大的方式 他们尽力养育他们 但没有人是完美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回顾过去时 他们都希望修正他们曾经犯下的一些错误 以下是他们后悔的一些事情 因此你可以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 1.他们经常责骂自己的孩子 训斥孩子做错事是完全正常的 但有时候父母会过火而变得吹毛求疵 一些家长认为他们对孩子的期望越高 孩子将会越成功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为每一个小错误责骂孩子 可能会导致行为问题 对不良成绩的惩罚也是有害的 这些惩罚可以扼杀掉任何孩子的学习欲望 而且当然过于严格 可能会产生另一个巨大的缺点 造成与孩子的关系不佳 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只针对 真正重要的事情来惩罚你的孩子 摔破的杯子不该被列入惩罚名单上 2.他们错过了孩子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当然每个家长都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 而且要兼顾这么多的事绝非易事 但孩子们其实很需要父母为了他们而出现在现场 有些场合对成年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对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 像这些对孩子来说重要的时刻 孩子们会需要有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人在身边 即使你认为你有充分的理由错过孩子在学校的比赛 也要尽力出席 找时间去看奶奶 去看电影 为了节日布置你的房子 因此透过共同创造记忆 你跟孩子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否则将来你会为了错过许多精彩时刻而感到非常难过 三他们创意游戏玩的不够多 当然光是靠跟孩子们一起玩完创意游戏 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或者音乐家 但是嘿总是有机会的 这样做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 任何形式的活动像是绘画或玩粘土 都会对发展智力 想象力和增加词汇量产生正面的影响 此外 如果你的孩子投入在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活动中 那么你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他们的兴趣所在 以及他们擅长的部分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即使在年幼时 他们也可以表现出未来能够发展的 有前途的能力所在 四他们照片和影片拍得不够多 当然不拍照不会对孩子的生活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但这是捕捉你不想忘怀的美妙时刻的最佳方式 当你的孩子长大离开家时 照片会在那里提醒你 他们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 此外 跟成年孩子们一起浏览这些照片 能让你重温他们所有的里程碑和美好记忆 那就是为什么不经常使用相机 是许多父母想起来就会遗憾的事情之一 即使我们生活在数位时代 拥有经典相册 也是一个不错的家庭传统 五 他们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意见 你太年轻了 无法做这个决定 大人知道的比你多更多 这些话可能是你小时候经常听到的 这很让人火大对吧 但父母的这种态度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严重影响 如果孩子们觉得他们的意见经常被忽视 他们长大后可能会变得没有安全感 如果你仔细想想 这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总是有人为你做出决定 那你怎么能知道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或如何设定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呢 当然作为父母 你无法满足你孩子的每一个心愿或渴望 我的意思是 你的孩子不能真的把他们遇到的每只流浪狗都带回家 那是你太太才会做的 是的 但与其断然拒绝 倒不如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这是个坏主意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你可以讨论他们的意见 并与他们彼此妥协 六 他们不喜欢与孩子沟通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可能是教养中最重要的事情 因此如果你没有空出足够的时间跟孩子沟通 那么有一天你回首时会意识到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并过着自己建构的生活 当然当你的孩子独自玩耍时 在家里做事是完全可以的 但尽量别把它当成一种习惯 因为孩子不仅需要你的身体存在 还需要你的情感参与 这样才能感受到他们被爱和被关心 没有后悔要 所以就让自己享受你们一起共度的时光吧 七 他们没有教育孩子金钱观 出于某种原因 一些家长会避免跟孩子讨论金钱方面的话题 当然 即使这样 这些孩子也不会以为钱是从树上涨出来的 但他们可能会认为钱就是这么神奇轻易的从自动提款机上冒出来 如果没有教育他们个人理财以及负责任的花钱观念 孩子们就不会理解金钱的真正价值 当他们长大后 他们会发现很难管理自己的收入 给你的孩子一些零用钱将能够教会他们如何存钱和明智的花钱 此外 你可以让你的孩子赚自己的钱 他们可以修剪邻居的草坪或当保姆 每一次你们一起去购物时 告诉你的孩子 这一次他可以花多少钱 以此来限制他们的愿望大小 所有这些教育将为你的孩子提供机会 去了解学习到像是预算 储蓄和更负责任等等的事情 八 他们没有让孩子开心 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 我们内心深处会喜欢回到我们无忧无虑的时光 以及初次做某件事情的那个时候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很多新的经历 同时生活在健康的氛围中 这就是让他们开心的原因 当孩子们快乐时 他们会更积极地发展自己 这意味着他们会更容易适应成年人的生活 并在未来展开新的人际关系 所以去游乐园走走 骑小马和你的孩子一起乘船吧 尝试每天至少做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以确保你的孩子这辈子拥有尽可能多的幸福时刻 9.他们不常拥抱孩子 拥抱不仅是情感表达的完美方式 而且科学证明拥抱对我们的健康有益 因为拥抱有助于抵御压力 此外能拥抱自己的孩子真是太好了 可惜的是有时父母不经常这么做 有些父母认为对孩子过于亲热会使孩子不那么听话 其他一些人则相信 特别是如果谈到婴儿时 假如一直抱着和拥抱婴儿 会意味着他们将来会要求太多 但事实是 孩子越大他们越不想要被拥抱 所以当你可以的时候 尽可能跟孩子一起享受拥抱 10.他们不一致 一致性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例如你通常不会让孩子吃不健康的食物 但突然间你太忙于工作 并在午餐时给他们吃披萨 结果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他们每餐都要求他 可能你会感觉 假如每天都要为你的孩子保持完全相同的标准是很难的 但是不这样做 通常会导致父母日后特别后悔 孩子们对于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会感到无所适从 如果没有明确的界限 他们可能就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行事 而不顺从就会变得不可避免了 另外不要忘记你应该按照自己的规则来做事 例如家庭聚餐期间不准讲电话 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不准讲电话 11.他们经常听从别人的建议 即使没人要求 有些人也会忍不住想要给建议 有时年轻没有经验的父母觉得听取这些人说的去做会更好 这些所谓的专家们有着大量关于你应该如何喂养 穿衣和教养孩子的资讯 当然其中一些可能是有用的和明智的 但永远不要忘记你才是家长 所以该由你来决定什么才对你的孩子最好 另外别让陌生人责备你的孩子行为不端正 孩子需要感觉总会有人支持和保护他们 所以让他们知道他们总是可以依靠你 你最喜欢的童年记忆是什么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给这支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嘿 还别走开去吃披萨午餐哦 我们有超过2000只酷炫的影片供你收看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左边或者右边影片 点击然后享受 留在亮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